在新冠疫情爆发情势下 洛杉矶县动物护理和控制部门DACC 为让动物能够迅速安置在适合的居民家中 决定在县内的期间动物护理中心均实行免费领养 PACO基金会对于DACC提供了8万元的捐赠 以支持洛杉矶县拯救动物生命之举 民众前往领养动物时不需要付费 除了免收领养费之外 PACO基金会和DACC还采取了多种拯救动物的措施 包括为动物们购买必要的医疗设备 并且与兽医联合会合作 为DACC中的宠物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DACC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DACC的主任马上梅达表示 对于PACO基金会在COVID-19危机期间 为动物提供大力的支持 深表感谢 此时人们需遵守居家令留在家中 很多人可以把时间花在饲养新宠物上 居家令扩及全美 人们待在家里除了有更多时间下厨 专注园艺陪伴家人之外 更有余力饲养宠物 从东岸到西岸 各地的动物收容所 申请领养动物的人数大增 爱护动物协会会长 博夏德克尔表示 纽约与洛杉矶两大城市的寄养案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% 洛杉矶爱护动物协会统计 今年3月 共有307个家庭收养了动物 共有919只动物找到了新主人 PACO基金会的慷慨资助 使得许多家庭在这个时候 更容易做出领养动物决定 只是领养流程也需要遵守规定 保持社交距离 而洛杉矶县有益领养动物的民众 必须先向领养中心预约 请浏览animalcare.lacounty.gov 流浪动物的收容率大增 算是严峻疫情之下的一个好消息 不过收容机构主管担心 随着美国失业人口控达2000万 有些家庭可能无法负担 饲养宠物的费用 为了避免断粮的情况 大部分收容机构会提供饲料 给有需要的收养家庭